吳思堯拜託大家給做回來 新北投錢 明天會有三點 新北投婚小頭 拜託支持謝謝 吳思堯在這裡 祝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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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混亂 以台灣 祝心勇敢 新來台灣 We are 現在最擔心的就是那個王國感的問題 其實跟四年前是差不多的 那時候2020年香港的事情 那現在其實也還是一樣 就是中國對台灣併吞的力道 還有他們的態度只是更強烈 然後手段更多 其實多少都還是會很害怕說 這個戰爭發生 那就是對我來說 能夠避免戰爭的方式 那就是備戰嘛 就絕對不可能是我們就跪下來 然後跟他們要簽和平協議 反正就是這邊是我們的 這邊是 後來到了民進黨執政兩岸關係就不行了 包括到現在我們還控制大陸同胞要過來 一次只有兩千個嘛 所以侯友宜才會講說他要盡量開放 那沒有辦法 因為民宿就是要有人來嘛 街上就是要有人買東西嘛 如果沒有人來 沒有人買東西的話 那什麼都沒有嘛 我個人認為 只要不戰爭 兩岸持續交流 就是最後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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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拿回被綁架的未來 這是總統選舉 絕對會影響台灣對來的誇張 他有別於兩黨 一個是他清廉的形象 再來就是他很認真為民 在這三十年來 就是藍綠兩黨的一個長期惡鬥下 其實犧牲掉的都是人民的福利 我是你最值得信任的好朋友 柯文哲 很請支持柯文哲 讓台灣重新開機 讓我們重拾希望 國民兩黨其實他們就有一些統獨的立場 那這些立場呢 其實這些意識形態 他可能會利用一些媒體 網軍之類的 然後去帶這些風向 那我覺得這樣是一個 撕裂台灣社會的一個行為 所以我並不是非常認同